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起来攻读圣经十九节 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 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 并没有这样的灾难 后来也必没有 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 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 只是为主的选民 他将那日子减少了 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 看啊 基督在这里 或说 基督在那里 你们不要信 因为假基督 假先知将要起来 显神迹其事 倘若能行 就把选民迷惑了 你们要谨慎 看啊 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 我来默想这两节经文 我在想说 这个世界上常常有很多的理论 被发展出来 在很多的理论当中 有些是不适用的 我们会被骗 并且被迷惑 有些我们看似短暂 有效 但长久以来却经不起考验 有些甚至有神迹 其事来显现 但是有时候我们只看神迹 就信了 因此主要我们来谨慎 这些事还没有发生以前 他都告诉我们了 万一来到我们的面前 我怎么知道 是否为假基督或假先知呢 牧师曾经教导过我们 若你遇到了 觉得心里不平安 或把你带离神 或让你感到更没有盼望 没有信心 那几乎肯定就是 神所不喜悦的 至于是否为假基督 我无法判断 但至少一定要远离 那些事物 我用五个询问法 来看这段 这两段两节经文 有什么需要守的诫命 面对各种试探 我们要谨慎 有什么应许呢 主都先告诉我们了 有哪些可以避免的罪呢 仅看神迹 其事没有属灵的分辨力 有什么可以应用的 当我遇到试探的时候 我第一个时间 我一定要远离 平时我要多读圣经 让我的灵命更加的成长 了解什么是神所喜悦的 让我可以拥有属灵的分辨能力 那有关上帝 我有什么更新的认识呢 神是保护我们的神 我们来用祷告 结束今天的圣经加油站 亲爱的天父 你是保护我们的神 当我们面对试探 当我们面对那些 来自世界 各种理论 来迷惑我们的时候 主啊 你要我们相信 你要我们知道 这些事 你早就告诉我们了 你告诉我们 要谨慎 要警醒 主啊 求你来每天的警醒我们 圣灵来充满我们 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分辨力 感谢主 让我们能够 因着你的圣灵充满 让我们每天 都能够远离这些试探 脱离凶恶 这样祷告是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Amen